美國星期一正式將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到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人從世界上很多國家反對這個行動 美國大使館目前暫時在美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內工作 同時開始尋找更大地方 巴勒斯坦人星期一在加沙地帶舉行大規模抗議 之前幾個星期抗議示威引快衝突中以色列軍隊殺死了超過50名巴勒斯坦人 批評者指責以色列軍隊使用實彈 以色列說為了安全必須採取行動 美國總統川普在競選時承諾要將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 去年12月川普總統打破美國長期以來奉行的政策 宣布正式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聯合國大會隨即以壓倒多數通過一項反對川普總統決定的決議 以色列認為整個耶路撒冷都是首都 但巴勒斯坦人將東耶路撒冷視作為未來巴勒斯坦建國的首都 這個問題很長時間以來都是以巴達成任何和平協議之前 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